在富邦勇士順利索得三連霸之後 身為球隊攻防主力的張宗憲 更夜說自己一路走來比誰都還要辛苦 這句話聽著裝逼但千真萬確 曾經在HBL能飛天遁地被譽為新榮飛人 一度來到NBA打夏季聯賽 就讓所有人在慶祝找到黃金世代後的核心時 他卻患上驮懶失憶症 之後又陷入了大麻煩 一路在台灣沒有球隊願意收他 好在富邦勇士伸出援手給予機會 打配上自己的努力 浴火重生成為球隊重要的3D戰力 到底張宗憲的生涯經歷了什麼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喜歡小編 AKA胖爺 出生一個籃球的張宗憲 從小做個籃球非常有興趣 至於他的籃球啟蒙 相信你我都不陌生 就是童年回憶 灌籃高手 而他最喜歡的球員就是劉川峰 所以在學生時期 背號都是致敬偶像的11號 小學張宗憲就已經加入了籃球校隊 打一打真的打出興趣 但上了國中卻先是加入了花船隊 讀了一年被郭宇甫教練發掘 而轉學制 壯為國中 也因為郭教練和新榮高中的天文魚教練 是學長、學妹關係 田姐才因此注意到張宗憲 畢業後在沒有學校邀請入學的情況下 張宗憲透過郭教練的引見 從宜蘭一路向南就讀新榮高中 這個決定讓他奠定飛人的基礎 I believe I can fly 高中的張宗憲已經長到了188公分 手長較長 擁有驚人爆發力跟彈性 讓他有了飛人的綽號 當時的他可以在發球線前一步起飛爆扣 防止台灣藍壇 根本沒幾個人做得到 但這卻苦了天文魚教練 他曾經這樣評價張宗憲 這小子天賦異彼 我在他身上看到陳信安的影子 不過天才通常得花更多功夫來訓練 教練希望張宗憲不要光明體能 外線、球場觀念、掌握節奏 都是他要去學習的 即使教練希望張宗憲 男在高中三年變得更全面 但也無法掩蓋張宗憲那超出同齡人的體能 兩度拿下灌籃大賽冠軍 但可能沒有英雄命 每當關鍵戰役 張宗憲的表現就會失常 哪怕擁有張宗憲這樣的怪物內線當隊友 高中三年也只有新榮F4那一年 有順利拿下HBO冠軍 不過張宗憲早就已經設下自己的目標 NBA 於是在家人支持下 張宗憲前往美國就讀楊派安大學夏威夷分校 成為無帶好的學弟 開啟自己的籃球新篇章 在開始旅美剩下之前 張宗憲其實由遠赴德國參加當地的二級演賽 並以長距20分的數據成為對上的得分王 球隊也對這名18歲的亞洲人讚譽尤加 打算將他拉上一級 不過已經申請上楊百安大學的張宗憲 因為崇尚美式球風 在權盒之下還是放棄了這個機會 選擇堅定自己的美國夢 楊百安大學雖然在NCWA立屬於第二級 但強度依舊是實打實的強 張宗憲在歷經剛到美國的傷兵之後 大三開始成為對上的主力 但真正讓他打出名堂的就是在他的大四球季 在半決賽對上二級排名第一的西自由大學的比賽中 砍下43分 帶領球隊成功爆冷以下克上 在冠軍賽再度拿下35分 雖然無緣幫助球隊寫下歷史 但他自己也成為亞軍 卻拿下MOP的球員 連總教練Kan Werner都大力稱讚 他有出色的地步和換手運球 場上有他在空間感就會變得很棒 我相信他能挑戰更高的成績 大學畢業張宗憲就投入了NBA選秀 只可惜出生於二級 所以讓各球團在選人上有所顧忌 最終導致落選 雖然代表灰狼參加了夏季聯賽 但也在最後一場比賽才有了上場機會 表現也沒有達到預期 距離夢想只差一步 不過 張宗憲自己明白 是時候向前看了 張宗憲雖然早在高中時期 就設定自己想要打進NBA 即使竹目過程不太順利 依舊想要在各國的職業聯賽磨練自己 期許自己成為一個更成熟更好的球員 但常年在外難免也會想家 想要更犀虎狂騙地追求自己的目標 同時關心自己的家人、朋友動態 又或者想要在網路上關心台灣藍牌的話 就需要SurfShot VPN SurfShot VPN在全球超過100個國家 提供超過3200台的伺服器 提供穩定快速的連線品質 SurfShot VPN還可以繞過地理審查 可以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使用 能觀賞擁有地理限制網站 YouTube或是Netflix影片 讓我們這些雲球迷在家 也能輕鬆觀賞NBA官網的精華 並且暢遊在國外網站 來瞭解海外球員資料和故事 另外SurfShot VPN同時還有嚴格的無紀錄政策 不會追蹤用戶瀏覽紀錄和個人資料 這樣子我們再看國外運動轉播 查詢體壇資訊和新聞 都不怕擔心各自外線啦 此外不論是iOS還是Android系統 都可以跨區使用 而且一個帳號可以在多個裝置上使用 趕快找到自己的前友們 一起體驗看看吧 現在只要輸入頻道優惠碼BOW UP 就可以享有專屬優惠 還多送你3個月免費使用 並且還有30天無條件退款政策 讓你使用起來更加安心 還在等什麼呢 各自胖爺一起使用SurfShot VPN吧 離開美國的張宗憲的職業生涯起步 就來到了CBA 當時而他已經跟上海大鯊魚完成了協議 可惜因為卡到兵役 雙方遲遲沒有完成簽約 自己也因為這件事情長達兩個月 沒有上場比賽 最後雙方同意取消合約 在領機一年的自主訓練後 在邱大宗教練習近CBA的遊說下 張宗憲選擇加盟了四川金牆 算說台灣球員在CBA生存不容易 但教練畢竟是自己人 Coach邱自然明白該如何使用張宗憲 第一年就獲得將近長均30分鐘的上場時間 角觸12.4分的不錯表現 但隨後因為Coach邱被開除 張宗憲的上場時間直接砍半 成績自然大打折扣 之後在隊友的引肩下 加入了菲律賓直籃PBA 也是這個經歷 讓新台灣飛人從此之後 改在地板上作業 短暫效力一年後 張宗憲結束10年的旅外人生 回到台灣加盟SBO戰場 左膝病骨軟化症 左腳踝的骨刺 讓張宗憲失去了以往傲人的運動能力 投籃姿勢也在旅美時期 為了吃贏NBA的三分線而慢慢開始走中 原本流暢的動作變得非常卡 過度以來上肢的力量 讓他在投射端只能看天吃飯 一度還會習慣投往右邊轉 也因為如此 在回到台灣之後 他投籃命中率一直在40%左右徘徊 雖然喪失了原有的運動爆發力 還是可以靠著對抗性頻頻拿下分數 但隨著年紀的增長 張宗憲慢慢的無法再靠身體硬幹得分 在根除腳步的傷勢之後 加盟ABL報導夢想家的張宗憲 投籃機制似乎更順暢了 雖然還沒回到巔峰時期的身手 但至少對手在針對他的防守 不能再是放投不放切了 正當一件事情 往好的方向走時 麻煩 來了 2020年7月 張宗憲在一次車輛零件時 被發現是有含大麻成分的電子煙 雖然因為沒有前科 且犯後態度良好 夥判還起訴 但夢想家還是火速開除 僅僅31歲的張宗憲 瞬間無求可打 成績了一年之後 台灣只能披零 橫空出世 後方勇士看上了張宗憲的身手 與他約法三章 積極參與公益 積極投入宣戀 積極投入反讀宣傳 最終雙方達成簽約加盟 張宗憲自己也坦言非常驚訝 過去犯的錯讓我明白什麼是失去 但也明白失去也是一種獲得 在充滿中華隊國手的富邦裡 張宗憲不需要再去扛球隊的第一得分箭頭 他選擇從防守做起 自己的目標是希望可以跟 Michael Jordan Kobe Bryant等球員看齊 在台灣打球 監控團的部分已經做到了 防守團希望自己也能跟他們一樣 期待自己成為台灣最佳的防守球員 在第一年他就成功入選了防守第一隊 不僅是幫助富邦3連8的重要工程 還是球隊在防守小洋將時的頭號人選 張宗憲防守有多誇張 建議各位可以去看看去年冠軍賽 法師被守到懷疑人生 你就知道啦 從被受期待的台灣飛人 再到旅美築夢失敗 因為傷勢和場外事件讓他過去的光環不在 但張宗憲從來沒有遠天尤人 總是感恩著正面負面事情給他帶來的成長 就像他身上的摳比紋身一樣 曼霸精神總是激勵著自己 在籃球這條路上走下去 看完他的故事 也許各位可以更明白為什麼在3連8當天 張宗憲哩的說 我比別人還辛苦了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你認為張宗憲當初沒有傷勢和投籃失憶症 有辦法打進NBA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一下你的想法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再見